五月天這日來到香港出席他們的第三部演唱會電影 《五月天人生無限公司》的首映禮 這次還特地請了黃渤和梁家輝兩位影帝級人馬參加拍攝 我覺得是很有趣的 因為這次除了五月天五個人以外 我們還邀請到了王國老師梁家輝來助陣 所以我覺得整個劇情真的會變得非常好看 有他們純熟的演技來助陣 跟家輝哥合作我們都很開心 因為他真的是一個非常好相處的影帝 尤其在片場我們一起在拍的時候 家輝哥都非常照顧我們 他真的是一個很親切的大哥哥 然後很希望下次能夠有機會可以再跟他合作 那不知道五位成員當中誰的演技最好呢 我覺得演技最好的應該是關佑 因為關佑在我們這一次的電影裡面 包括演唱會的這個串場電影的部分 關佑飾演的是一個 你的角色是一個武器天察 對 就是對於機械什麼的都非常的在行 對 這個算是跟他平常的真實生活 是差距稍微大一些些的 非常大 對 可是他在劇中 就是在這個電影裡面 那個角色非常的說服人 不光是造型的關係 還有他所表現出來的 所以我覺得在這整個片子當中 真的關佑是演技最好的 沒錯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